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解放军的月20是现身俄罗斯远东 已经到了白令海了 阿拉斯加大陆应该是不到700公里了 不到700公里 看这个地图非常近了 这个是月20也曾经现身过堪查加半岛 这是两个点 一个是堪查加半岛 一个是到了阿拉斯加旁边白令海 咱们说这种飞行 那就肯定不是普通的飞行了 是战略意义的飞行 而用月20 种种迹象都能看出 这可能就意味着中俄 可能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合作了 深化了 那么新的联合战略巡航 可能就是下一步 咱们说到堪查加 咱们当时判断应该是战略巡航一部分 对吧 中国的战略轰炸机 炸略导弹 炸略核潜艇是在这出发 但是到了白令海了 咱们就看了 那可能就是确认 这两点连下 确认了方向 你看这两个点位就是什么 就是过航北极 或者是过航阿拉斯加整个的封锁区 必须要走的地带 我们前沿必须要在俄罗斯的前沿 要有一个基地 上周四俄罗斯拍到了大量的信息 咱们也是第一时间给他报了 现在咱们汇总一下 是位于堪查加半岛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机场 一架解放军U20是运输机降落 当时拍了几张照片 除了俄罗斯人拍的照片以外 再没有更多信息 曝光 是咱们独家 咱们是独家 所以很多人短暂的就讨论 随后U20现身 咱们说白令海 U20现身勘插家这个说法 外界认为是个假消息 因为没有其他的官方媒体给证实 一直说是个假消息 但是没想到 一周以后 有U20现身 俄罗斯楚科齐自治区的阿纳德尔机场 这个还是有更多照片放出 不仅仅一定程度上 证实U20现身勘插家是真的 而且已经到了楚科齐了 这个在中国两国 你看军事加深 这种合作的背景下 解放军U20战略轰炸机到这来 战略运输机到这来 意味着未来解放军 可能在这个 咱们说 未来短期内 咱们就可能看到 可能中国要靠近美国领土 相关海域进行 比如说跟俄罗斯的联合战略巡航 要开始了 我们可能是为了 我们的战略轰炸机轰流转场 包括我们的 比如说战斗机 有可能 战斗机 对吧 然后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 到过中国的杭州 进行过补给 而我们有可能 我们战斗机加上轰炸机 联合到俄罗斯的楚科齐 进行补给 专场 这是空中 那海上也是 首先 尽管解放军 有能力依托 区域巨址 现在在中国周边 对美军构筑起 明显的战略优势 但是是在南部 一定明白 这是南部 南部是因为地球 是个球 所以它距离在 距离非常远 对吧 一万公里 南部 但北部可不严 北部越走越近 所以说 中国在海上 已经对美军 构筑了这种战略优势 能够在战时将美军 拒止在远离中国海岸 3000公里外 对吧 但问题是 解放军的区域 拒止能力再怎么强 你也只是 只能在战时状态下 你一个特殊环境下 才能发挥这种 限定的技能 因为平时你不能限定 它拒止了 你能开炮吗 不能吧 只能在战时 那一说 中美两国正式翻脸 通突之前 要有针对性的 针对 因为暗民不动 对吧 你这个时候 你的导弹 导弹有个bug 就是它不能显示威力 无疑就是解放军 和美军博弈 你这种之前 动之前的博弈 你怎么办 美军有航母 它可以到处 在你家门口放 对于中国来说 这种战略态势算不上不利 但也谈不上有利 你看我们如果是派航母 在他 咱们说洛杉矶晃 有利威慑 他现在就跑到中国台湾晃了 但问题 我觉得 也很简单 美国在中国周边有军事基地 得益于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基地 美西泰的长期在中国周边保持长大活动 骚扰 威胁 包括南海 台海 对吧 这是它的优势 那我们针对这种情况 就是即便解放军能够凭借 现在更多的军机 对往来的美军精跟踪监视 去有效维护南部地区稳定 但是在战略层面上 我们仍然是处于被动状态 他来骚扰我 我现在是只能防 难以对美国形成对等反制 注意咱们一定强调对等反制 俄罗斯是有对等反制能力的 他已经去了古巴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拿我们的常规力量 抵近他的美国家门口 我们核弹也到不了 核弹一旦到他家门口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种反制措施 对等反制措施 到他家门口巡航的反制措施 我们正在准备 从根源上 实际就遏制美国这种挑衅 你在台湾挑衅一次 我就到你 比如阿拉斯加到你的洛杉矶走一趟 美国本土因为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远 所以他们的军方一直有一个幻想 说白了 既然不打核战 大家都讲了不打核战 那咱们就常规武器 我现在是可以骚扰你 你骚扰不了我 中国在美洲附近是没有自己军事基地的 就算是解放军水平舰艇部队绕过阿拉斯加 或者过航阿拉斯加 乃至夏威夷的有记录 这些清兴点点也难以在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附近海域保持 那种长期的 像美军在西太那种长期存在 美军在西太三艘航码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的军舰能够在一处靠近美国相对近的位置上 获得补给支持 那就说 甚至能够长期驻停 驻留 那我们就将会给解放军的巡航 带来更大范围的巡航 那我们从亚太地区直接拓展到北美了 看到吧 这是说俄罗斯的楚客旗和这个堪加加就是我们现在 你把这个阿拉德尔和这个楚客旗巴普洛斯克连成点位 连成一条线 看到吧 这可能就是未来解放军海军和这个空中力量巡航的这个区域 显然呢 位于俄罗斯最东端的这个勘察家半岛 楚客旗自治区地理位置上是最靠近美国了 不到700公里 这不就是典型吗 所以咱们未来在阿拉斯加可以看到解放军了 咱们在阿拉斯加 美国人可以去阿拉斯加去跟解放军打卡 像台湾人是吧 结合中俄 现在持续在军事合作 现在两国军机多次降落对方机场 军舰也多次联合海上演习战略演习 这种背景下 未来将军完全就可以与俄罗斯在白领海附近联合巡航了 咱们讲过 中俄特管舰队就到洛杉矶去巡航 而这次的出现在勘察家与楚客旗的U20 可能就是为相关这种行动提前探路 对于美国来说 显然不是好消息 因为美国要维系自己霸权的话 他海上力量都被布置在海外了 实际咱们讲过 他在美国西海岸近海还真没有海上力量 就阿拉斯加这块 本土真的没有反制突发事件的兵力 这是我唯一 看我那几张地图 那也说为什么此前中国军舰航行到阿拉斯加阿留申的时候 美方只能派海岸警务队的船来拍照 值得一提是前几天俄海军的喀山号也前往古巴 这是咱们讲的 美国不管是西海岸近海没有防御能力 不防御 而且什么东海岸也没有 而且把弗里达海峡搅得鸡飞狗跳 他们也介绍过那一期 看一读 你想一想 未来有一天解放军轰流在白岭海峡上空现身巡航 阿拉斯加的阿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美军大量率一定是陷入混乱 就跟这个佛罗里亚海峡对吧 是一模一样陷入混乱 这就迫使武教大陆要把一部分驻外部队要调回来 调回来呢 你可以想想是不是减轻了亚太的这个压力了 同时调回来它是要飞他妈的小一万公里 可以想想它的这种损耗 而我只要煽动一下轰溜就可以让你们跑一万公里 再飞一下两万公里 我得累死你 我们在这转圈也可以了 所以毕竟从此前那个中俄两国组织互降战略轰炸机的活动经济看 蒋经轰溜是降落俄机场 而且往往是派了一架约20 对吧 再加上一架尖16或两架尖16 虽然中国两国都没有披露过约20装什么 但是考虑到战略轰炸机维护 随行约20大概也装了一些相关的维护设备 包括技术人员 应该是咱们在出口机 就这个机场 欢迎知这个村儿咱们说它这个储核机降落点 这个村儿非常小 咱们说阿拉斯加就是那种小村 那你说中方人员在当地 我觉得在当地也挺艰苦的 也挺艰苦的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地方 什么好啊 不是的 也很艰苦 欢迎知这次蒋农金飞地远冬地区20 很可能装的就是维护设备了 那就意味中国两国可能要组织新一次的联合 战略宣航 包括战略轰炸机的护降 咱们说上次降杭州 实际也是为了俄战略轰炸机往南飞 而中国是往北飞 你看 互相有帮助 俄国也要保证这个区域 从南海一直到台海再往北 这个方向 他也要保证 他的轰炸机也要在这儿去 那说这个东北亚现在变成一个局势什么呢 中俄两家 共同去用战略轰炸器来应对美国这么一个霸主 你看再明显不过了 深夜的所有人都上不了桌了 我们下咱们下了